Hello 我是江江 今天又來介紹這個豪宅 這個豪宅是這個八次郎的 莊園 我們進去看一下這個房子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他這個 四面採光都是玻璃 可以看到這邊 應該就是他滿滿的材料 地方吧 所以他一個區塊是三個櫃子 他有做分隔 不是全部堆疊在一起的 他有整理過 彈藥箱有三個 哇這是直接進來 OK這是超大客廳然後上面全部都天花板這花了不少錢吧這個光這個塗裝就花了很多 那這一進來有三個盆在 我整片的玻璃啊 我好像算過13片吧12到13片 然後這是他的辦公桌後面還有兩大書櫃 打電腦好像還蠻爽的 來看一下 哇 有差耶有上這個 有採光就不一樣 然後這邊是彈鋼琴的地方 來彈一下 Go Remy 好喔 不錯喔這樣子會不會有壓力啊 有人坐在後面這樣看 OK這邊是到哪邊看一下 這邊是工作間的部分 OK那我有稍微模擬一下 一樓跟二樓的資源好像不能共用 就是要 上下層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呢是一個小電梯可以到樓上去 怎麼上去看一下 看來就只有到二樓啊目前為止 OK這邊是廁所嘛對不對廁所 這廁所也太大件了吧完全沒有做這個窗簾 哇這個view很好耶 喔不行 NiuNiu才有鑰匙 讓他來幫我開門 我幫他看一下這個是屋頂啊 屋頂的樓空的地方可以看外面的樣子 那我們的八次郎就睡在這邊來 然後躺下 他說不給 屏友躺所以他把這個鎖 給他鎖起來啦那我偏要躺下 好喔 八次郎先生 你要走是嗎 慢走慢走 我這邊還有超大的空間可以放這個電視機啊沙發之類的 來嗎 不止 不止13片玻璃喔這樣看起來 那個採光就很好而且他還有這個吊燈啊 這剛才看過這是廁所 那我們看看上面還有什麼東西 看起來像是惡行的屋頂啊 偷拍他一下 偷拍他帥氣的睡姿 然後轉過來了 好啊 這東西要到這邊 看下一棟去 那這一間呢是這個 飛雷雷 打死你的家 這個也是 有點像是半星形的房子 那我覺得他外觀特別是在這個玻璃的部分可以看到裡面 小偷如果要偷進去的話可能就 直接敲破玻璃了吧 我們這邊就稍微看一下外面因為現在還沒有拿到鑰匙 他拿到鑰匙OK我們進去看一下 我看到裡面裝潢的比較沒有 這是個超大的廚房耶 旁邊還有這個 這個 OK這是他的 有沒有陷阱看一下 超大的 廁所 我們上去看一下這是一個旋轉樓梯啊 沒有東西 上來了 上來了 不是 我開門是嗎好啊 OK所以他的工作間只有三個圈圈 快沒電了 三個像是弧形的欄杆在這裡 我剛一直以為是星星 OK裡面還有一棵樹 哎 一張他 彈跳床 OK啊 我們上去看一下上面這是什麼 這邊有個空間把 遮住了這是 哎 隱藏的櫃子哦搞不好 我們上去看一下 上面呢是我們的抽寶箱的地方 抽配方的地方還有一個客房 那這個是 柑橘樹嗎 樹 OK那再來就是屋頂 屋頂應該有藏些東西吧 啊我掉下來了 好嗎這個房子就先交到這邊了我覺得特別的就是他的三個 弧形的玻璃 好我們去看一下等一下偷看他睡覺 別忘了拍張照是吧 來來來來來拍拍拍可以看進去 可以看進去 翻了翻了翻哦 好 那我們看下一間 我們下一間是這個火龍哥 火龍哥他蓋的這個 建築物呢是這個 火箭 超大火箭 這個角度不太好瞧 你看到我這個長長的 很長的 OK 我們這次主題主要是拍這個玻璃的豪宅嘛那我們這次有看到 旁邊都是這個紅龍有不少吃的 兩個魚缸啊6隻啊這是有錢人啊 玻璃也是不少片 我這個好多雞 牛排大餐是吧 多藍色的啊哇這一定要吃一下啦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這是 下面是發射煙火然後上面是彈鋼琴的地方 那我等一下怎麼上去啊 我應該是可以點椅子上可以可以可以這樣子 不行太遠了 我讓我怎麼上去啊 一定可以 也上來了 來 我們這次就不彈 彈鋼琴好不好我們就直接上去看一下還有什麼 這個是超舊的電視機啊古董電視 我這邊是洗手台 小型的廚房 我們上還有這個貼牆炸彈啊上去了 各位觀眾我們上去看一下我這裡還有什麼 單樓 你去看一下這個洗手台 是嗎 2樓的洗手間 2樓的洗手間 OK轉角的廁所 這往頭往下面的道路然後這是 風險的悠渣的地方 對面的房子 好像在那裡看過 哎 我吃了 某個視頻有看過 欸 雙琴也不少喔 哇 滿滿的玻璃啊 到底花了多少錢啊 你直接坐電機上去好不好 來來來 掌門上去 古人房 哇 真是每一層都有貼牆炸彈跟這個窗簾喔 我 來 關閉 喔 等一下 冬至犬神 還是冬至大神 然後玩一下這個 這個 我聽說未來可以製作這個窗簾喔 但是沒有很漂亮 這次算是比較漂亮的 應該吧 Anyway 誰知道未來會怎麼樣呢 我們再上去看一下吧 上面是什麼 客房跟 什麼 樓台嗎 我給它從這個地方跳出去 上台 上台是什麼 這是給看出去的地方 這是 睡覺的地方 睡覺的地方 還行啊 還行 還行 這個火龍哥的房子要到這邊了 喜歡呢 就去按個讚吧 好吧 那我們先去看下一間房子 好了 我們第四間房子呢 是我們這個妞妞的房子 看一下妞妞的房子喔 一進來呢 他就在這個地方 在歡迎我啦 他們現在呢在 在開心的彈鋼琴 這個時候就是要閃一下 田八寶 叫田八寶 好喔 好 新的時裝啊 喔喔喔 這誰啊 海賊王的市長啊 好 我們這次介紹呢是他這個 阿蓋的這個船 航空母艦喔 那 跟他打個招呼啊 他是市長啊 對不對 他不知道我今天是來錄影的 嘿嘿 OK 那你以為我現在看到這邊呢是他的工作台 我猜他的矮櫃是放在這下面 這樣隨時都可以用 偷偷講出他的秘密 我也不知道也許沒有嘛 對不對 OK 那裡面還有超級大櫃子 這怎麼進去啊 上去看一下好了 上去 好 你在幹嘛 後來吃一下炸魚餅 優優的手藝非常好啊 總是要捧場一下 開個燈 然後我們進去看一下他裡面是這個演奏廳 這個好多玻璃 滿滿的玻璃圍起來 那我稍微把這個鋼琴的聲音把它降低啊 因為他有些是有版權的 OK 我還蠻有趣的跟他打一下招呼 還蠻配合我的啊 那一下去的地方從這裡過去 可以看到這裡是一個廚房 然後裡面 兩個超大的法式的櫃子 這感覺還不錯 這手台 然後 這個煮飯的地方兩個櫃子 就是有點像系統櫃有沒有家具系統櫃 然後發射床 加60耐久 彎燈的話長這樣還蠻溫馨的 那我影片先到這邊了喜歡嗎 那你讚好吧下次再見拜拜